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全世界金融市场最为活跃的地方 理应充满了严肃与严谨 可是就在这短短的一星期 纽交所便多次上演招令膝盖 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戏码 1月6号周三 纽交所再次宣布 将维持此前摘排中国三大电信商的决定 纽交所说 将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签署的行政令 将于1月11号启动对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三家电信业务运营商的摘排程序 纽交所还说 这一决定是在收到财政部的最新具体规定后做出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能够让纽交所如此犹豫不决 又有什么背后的力量促使着纽交所自我否定 今天我们就来深究一下 这中国三大电信商到底惹了谁 以及如果这次三大运营商最终难逃厄运 那广大美股持股者该如何最大程度的避免损失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勒令退市的起因 这还要追溯到特朗普于11月份签署的行政命令 行政令中规定 美国投资公司、养老基金及其他类型投资方 将不能购买31家中国公司的股票 这31家公司在今年早些时候被美国国防部指定为中国军方支持的企业 手中美关系变差和多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 去年被揭发夸大运营数据的消息影响 美国政府近月多次针对在当地上市的中国公司采取连番行动 外界认为 随着美国当局针对这些公司不断封杀 更多中国公司会离开美国 改到香港等地上市 的确 除了纽约交易所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香港 分别都有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纽约交易所的声明并没有具体说明 这三家公司与中国军方有什么关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一1月4号的记者会上称 美方的做法非常不明智 不仅将损害各国投资者的利益 也将直接损害美国国家利益和自身形象 损害美国资本市场的全球地位 他还表示说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这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滥用国家力量 打压中国企业的做法 他表示 中国政府必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据中国证监会消息 这三家中国国企是通过美国存托凭证 在纽交所进行股票和债券交易的 三家企业在纽交所证券交易的总市值 不到200亿元人民币 约合31亿美元 在他们三家全部股权中的占比只有2.2% 因此 一些分析师认为 纽交所停止这几家公司的股票和债权交易 只会产生短期的抛售压力 其他的主要国际股指 如MSCI 富时罗素指数和标普道琼斯指数等停牌这些公司 也不会给他们造成致命的打击 路透社引用美国花旗银行分析师方飞云的话说 中国电信企业的业务主要在国内 他们的基本面坚实 随着经济复苏 他们的现金流不会因为在国外停牌而受到影响 到目前为止 这三家公司都表示 他们还没有收到纽交所的停牌通知 美国政府针对这三大中国运营商的打压 其实政治意图明显 不过其实针对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行动 也有部分原因是出于商业考虑 多家中国公司去年被揭发夸大自己的运营数据 包括连锁咖啡店瑞幸咖啡 公司之后承认他的财务主管刘健及其下属 怀疑在2019年第二季至第四季度期间 伪造虚报 初步估计涉及销售造假金额达22元亿人民币 中国线上串流公司爱奇艺被沽空机构 Wolfpack和浑水指控 夸大用户数量收入和收购对价 估计虚报收入80至130亿元人民币 其股价一度下跌13% 美国国会之后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该法案要求在美国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外国公司 必须遵守美国的审计标准 如果外国公司连续三年未能通过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审计 将禁止这些外企在美国的任何交易所上市 法案生效后将对百余加中资企业产生影响 其中不少公司已启动回香港二次上市的流程 以规避新法案对公司的负面影响 那么目前持有着中移动 中联通和中电信三家美股的股民们 该如何最大限度的规避风险减少损失呢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这三家中国企业表示 他们几家的美国存托凭证 持有者可以通过纽约梅隆银行 把存托凭证转换成在香港上市的普通股 所以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千万不要成为政治商业斗争的牺牲品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